电视剧上的清朝宫廷剧城热门话题 现在手机游戏的软体也是大走复古风 像是所谓的打地鼠就搬到了手机当中了 这复古游戏的城市设计师呢 还在镜头前大方公开了他整个城市设计的过程 除了他得找来一台真的打地鼠机 实体游戏机来当作对比参考之外 他平均花了两个星期画出游戏的画面 一个星期来写城市 研发出来的游戏呢 最高纪录是一个月下载量超过了一万次 帮自己赚进了百万月星 无论是黑白配色搭上八位元单营配乐的老式电玩游戏 或是泪酒迷心的打地鼠 游戏也搞时空穿越穿上APP科技万一大玩复古风 幕后推手就是他 卫卫 我是从复古的游戏时代长大的人 比较复杂的游戏花了很多时间 画画也花了很多时间 像复古那种东西可能就没有什么颜色 会发现怎么会这样的游戏下载量很高 或者是说你花很多时间的有时间的这些游戏 反而没有那样的下载量 曾经是电台DJ的魏魏 跨界设计复古游戏APP 城市开发资历一年半 为了让游戏不失真 又能摆得进手机萤幕 先是找来掌上行打地鼠机一探究竟 接着动手在纸上打起草稿 老式游戏穿越时空就从这一步开始 一定要有战屠件 一定要分数到有倒数技师 倒数技师才会让整个游戏 让人家觉得很紧张 因为倒数技师要大 要放在中间 在画完之后 真的要写程式之前 我会先把我画的画 全部放到手机里面去 先让它呈现一个画面 接着把草稿送进电脑绘图 锁定怀旧色调的黑白色系 和简单图形 萤幕画面搞定了 想办法让画面动起来 才是关键 每个游戏APP 未未平均化一星期写好城市前 得先花上两个星期画图定稿 以一个iOS上架的 30元付费APP为例 除了扣掉一开始的上架费3000元 每被下载一次得付给平台三成金额 开发者能赚进21块钱 未未靠着一台笔电 打天下 最高一个月曾经帮自己赚进百万薪水 现在做APP有点像是重乐透 我们叫做95俱乐部 就是说有95%的APP都失败 如果你成功的话 只要一个APP就可以了 除了经常得忐忑等待市场验收成果 也得独自面对城市出问题时 漏夜抢救和网友的舆论指责 不过一旦成功打进市场 复古游戏APP工程师 也能晋升月薪百万的高薪阶级 记者威容欧俊杰台北报道 看完游戏工程师来看到台积电的工程师 谢谢